鸡腿啊像我这么做吃了十个 不信你也试试吧 可好吃了 首先准备一盘不花钱的鸡腿 鸡腿多成块 放到水中洗去血沫 混干水分以后放入大块的葱姜 再来一勺去腥的料酒 生抽和蚝油 再加点盐 鸡精白糖胡椒粉 再来一勺老干妈豆豉酱 趁屋里没有人的情况下 用你的左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锅中烧油 咱们下入切好的圆葱丝 咱们把这个圆葱丝给它铺平糊 然后呢下入腌好的鸡块 然后呢咱们给它加入一罐啤酒 咱们给它扣上锅盖 炖个十八九分钟可以 家人们老弟的主业 更新了很多家常菜的教程 每一道呢都非常详细 都适合在家里做 如果你有缘点击这个视频 手机还有电 麻烦你 够个双机 咱也上这种门 在这里祝大家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美食制作完成 可好吃了 最后啊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呀 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支持